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徐富 为了挖掘优秀的医学新星 美国剑桥学院首次举办了国际奥林匹亚医学竞赛 共有五个国家26个队伍请来参赛 竞争十分激烈 美国剑桥学院RMDO首度举办国际奥林匹亚医学竞赛 主办方近日在圣盖博西尔顿酒店举行了记者会 并对本次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今年共有五个国家26个高中代表队参赛 最终叫Northy High School和核桃高中 分别掌握个人与团体赛第一名 这次比赛竞技内容丰富全面 涵盖了细胞生物学 人体生理学 以及人类疾病控制等等 发布会当天 郑盖博士市长廖清禾 核桃市市议员秦正国等特别前来祝贺 并且颁发了核状 这个竞赛我们是有三个部分 一个是细胞学 叫cell biology 另外一个是人体的构造学 叫human physiology 第三个就是human disease 就是人类的不同的病 然后第一个和第二个比赛都是 他们应该在high school 就是高中应该学到的 第三个比赛通常是到等到医学院才开始学 或是你要大学才开始学 我们鼓励我们的high school学生越早开始学医学的东西越好 因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对他们以后像申请医学员或是以后他们自己的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知识 建教学院创校十年 以发展青少年学习潜力 激发学习科学的兴趣为宗旨 开发了许多竞赛和辅导课程 四年中建教学院已经培养了八位进入全美生物奥赛决赛的集优生 又九十位进入了半决赛 八人进入总决赛 成绩显著 并且成为了优质教育的典范 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 建教学院又特别为申请医学院打造的专门计划 竭尽全力帮助有志从医的孩子们实现梦想 缩短学医的时间 培养专业务实的精神 为这些有理想的孩子铺点道路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